香港民政也宣布 将在7月1号发起百万人大游行 来抗议港版的国安法 那么对于香港长期陷入不稳定 可能会冲击金融中心地位 参守林郑月娥强调 香港沉不起乱局 呼吁民众要汲取奏讯 6月9号中午10分 网友号召来中环智力广场 举办自发性集会 大批群就在商场内 举标语呼口号高声歌唱 表达反政府诉求 包括中环 湾仔 以及九龙的多个地区 举行这个合理午餐的集会 表达对过去一年 反受力运动的支持 时间回到一年前的6月9号 当时百万群众穿白衣上街 反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草案 结果迫使立法会暂缓审议 但并未撤回条例 引发港人明月四起 从攻占立法会 瘫痪机场到发起 罢工罢课罢式的三罢运动 过去一年全港超过 900场示威抗争 遍地开刮 港警也发射一万多枚催泪弹 台府近9000人 冲突不断也造成警民双方 有近3000人受伤 警民对于家具撕裂香港社会 如今一年过去 大陆又推动港版国安法 再为香港情势投下震撼单 从反修立到反国安法 香港还没派到荣光照耀 就得面临美国反制取消贸易优惠 恐冲击金融中心地位 对此特首林郑月娥重申 所有人该继续教训 并强调香港承受不起乱局 走过抗争风雨 香港的下一步不仅牵动陆港关系 还有背后区域及大国间的角力 决定着香港的命运 记者综合报导